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3年10月7日 今天是星期四 今節 是Patreon獨家優先的節目 正如剛才所說 今天的錄音時間是12月7日來的 不過香港時間剛剛應該 是過了凌晨時分 這一節也將會 稍後時間重新在YouTube上載 這一節要跟大家鏡頭一轉 回來研究中國大陸的情況 這一節要研究的是外交部的部長 秦剛 因為美國的媒體爆料 秦剛 在7月份的時候 已經在北京 可能是因為 被自殺 又或者是酷刑之死 情況相當之嚴重 這節雖然是Patreon獨家的節目 也請各位Patreon的用戶 記得幫我們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回到我們 星期二日報 現在我們目前的頻道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閒哭大發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如果你是聽YouTube的朋友 在較後時間聽到本節 也請幫忙支持六部曲 話說 美國的政治新聞網站 叫做政客 英文叫做political 在6日發表了文章 叫做 習近平展開 史太林式的全面 清洗 相關的報導內容 引述 接觸到中國的高級官員 裏面的消息 根據中國大陸高級官員裏面的消息人士 透露 說這個 前外交部的部長秦剛 已經在7月份的時候 在北京 軍方醫院逝世 至於 直接的死因 不知道 只是知道可能是死於自殺 或者是死於酷刑 好了 秦剛就是 徹底 在中共的官場 忽然之間 消失 當初流傳說 秦剛 就是跟中國大陸 鳳凰衛視的記者 傅曉田 有關係 說他們兩個 就是有奸情 而且 就是生了個小孩 而生了個小孩更加是美國公民 這個消息在中國大陸網上封存 根據現在 這個政客的文章所披露 說這個消息 秦剛 有私生子 是美國公民這件事 應該是一件高度敏感和機密的事情 但是竟然 在中國大陸有嚴密的網絡 審查的狀態之下 居然能夠相關的消息 在中國大陸 是網絡封存 證明了 中國大陸 負責 是網絡控制 審查言論的機關 故意把這個消息 成為了流亡之魚 可以任由 消息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 流傳著 消息也說 在今年4月份 傅曉田 乘搭政府租的私人飛機 然後 回到北京 然後 自此 是音訊全部 外界一直都在推測 傅曉田 絕對不是一個 那麼普通的所謂鳳凰衛視的記者 因為 傅曉田 讀的是英國的劍橋大學 英國劍橋大學 有大量的英國 情報機關 在招攬英國的特務 在十幾年之前 當秦江 在中國 駐倫敦大使館工作的時候 傅曉田第一次看到秦江 根據報導所說 在2016年 傅曉田在劍橋 的武校 叫做邱吉爾學院 是有一座花園 是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而這個花園也 價值不非 對於一個記者來講 這個 是禮物 收到總值超過 25萬英鎊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所以 現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這個傅曉田是被中國大陸列了 做間諜 而且 秦江把大量的 訊息 透露給這個傅曉田 所以 不能夠放過這兩個人 而這個中共的宣傳系統就是暗示秦江的消失 和詩生寺有關 但是 這個文章分析說 這個是一個掩飾 其實秦江 也是捲入了另一個更加嚴重的醜聞 就是這個 跟中國大陸 的解放軍 的火箭軍的將領有關 大家都知道 秦江 作為外交部部長出事 在幾乎同一時間 解放軍也出事 解放軍當中的火箭軍 裏面有大量的人是同一時間遭遇 直至差不多 整個火箭軍的高級指揮官 幾乎是全部 被 殲滅 然後還要加上 連時任的中國國防部部長李尚福 也是失蹤 證明其實幾件事 很大機會是有關聯的 到底是甚麼大件事 導致 習近平親手提拔的一個是秦江 一個是李尚福 也要 一個做到外交部的部長 一個做到 國防部的部長 是要同一時間把他們兩個拔除 除了牽涉 跟間諜有關之外 你也很難相信是跟其他事情有關 最大的可能性之一 是習近平鎖定了這兩個人 同時間 有機會 把重要的情報出賣給西方世界 所以 就是要把他們 連根拔棄 不然你很難解釋到 習近平為甚麼親自提拔這兩個人 又在很短時間要把這兩個人 拔下來 同一時間 秦江 在7月份 就是被免去外交部部長的職務 當時中國大陸的官媒只得了非常簡短的報導 好了 另一位人物 是中央警衛局局長 黃紹軍 這位黃紹軍 在這個事件三個月之前 忽然之間因為醫療無效 就跟你說是病逝 中央警衛局 是對習近平來說 等於是近身保鏢 所以根據現在美國媒體的爆料 他說 現在這件事很可能跟中國大陸 擴大核武的計劃有關係 秦江的失蹤 很可能 跟這個 洩露了 中國大陸的核子情報 被西方世界有關 因為 在秦江失蹤之前 俄羅斯的外交部部長 去了北京 有機會是俄羅斯 把這個 秦江出賣中國大陸 裏面調查到的內容 被北京知道 當然我們現在 無法 完全得知 到底 秦江是因為甚麼原因 徹底的失蹤 甚至乎已經死亡 但是我們不難看到 從時間線上看 秦江 外交部部長失蹤 一定 跟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跟火箭軍 的軍事機密 洩露 有關係 雖然 中國大陸 發放消息 說這個解放軍 可能是跟 貪污有關 但是如果是跟貪污有關的話 也沒有必要 牽連甚廣 所以我們相信 這件事應該是大清算 雖然我們不知道 上述所說的人物到底有沒有真的牽涉 透露情報 因為 以我們對中共的了解 其實這些所謂叫做中共的拆鞋子 跟公公 跟香港那群 狗官差不多 他們可以掌握的所謂情報 其實是有限的 但是習近平仍然對他們 是 深恨手 所以香港那群人 以為自己 很威威 跟到聖上了 其實 麻煩你看清楚 秦剛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拆鞋子來的 馬屁拍得越響 可能死得越快 現在香港 有幾個人爭相想拍馬屁 你看到李家超 你看到陳茂波 下面還有幾個人 想爭著做特首 麻煩你小心一點 一個不小心 連命都沒有 這一節我們跟大家說 秦剛 這是最新的消息 以及一個分析 至於 秦剛 是不是已經 徹底 失蹤 離世 當然可能還要看往後的證據 中國共產黨就是如此 獨裁者 獨裁的政權 就好像一個黑盒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裏面發生甚麼事 很多時候只能 能夠往後 按照發生的事情再推測前面 到底中共的權鬥 在搞甚麼 我們今節是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Patreon的聽眾會首先聽到今節的節目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或者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可以做到 數碼Soft